宝贝视角解读,游谋闻名 大家好,我是老啊 今天咱们继续讲成吉思汗的缺血菌 我们不能单纯的把缺血菌理解为 写特吉里克 写特吉里克在成吉思汗以前已经存在 而且经常被写作 写特努护 写特吉里克或者写特努护 只是卫兵或者保镖的意思 没有其他的附带功能 上一讲我们就强调过缺血菌有 质子和军事学院等更重要的功能 成吉思汗通过缺血菌制度 培养出很多军事人才 政治人才 另外也培养了一些 断世观 对于国家机器来说 人才和人才的储备是重中之重 成吉思汗非常清楚这一点 缺血菌使剑之初只有150人 我们通过缺血菌的数量可以推断出成吉思汗的部众 当时有4到5万人 也就是150多个士族 某克这些士族的头领们要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成吉思汗处作为质子 作为缺血 士族是军事剑之是成吉思汗的实士组波端查尔所创建的 我们都知道阿兰果瓦老祖母折剑叫子的故事 阿兰果瓦生前一再强调他的五个儿子要团结团结 但是当阿兰果瓦老祖母去世之后 他的五个儿子不但没有团结 反而分家了 他最小的儿子波端查尔遭到了排挤 游荡在草原上 阿兰果瓦的另四个儿子经过了一番挫折后 终于明白了母亲的用意 于是找回了五弟波端查尔 重新团结在一起 波端查尔带着四个哥哥 五个人五匹马征服了一个部落 这个部落的人数应该在1000到1500人以上 于是就按照七单的谋克制建立了五个谋克 谋克在蒙古语里的发音是奥伯克 所以蒙古人的奥伯克 姓氏最早起源于军事建制谋克 他们哥五个每个人拥有了一支300人左右的军队 他们还用自己的名字给这支军队命名 这就是最早以姓氏为单位的军事建制 后来随着部落的不断壮大 姓氏也就不断的在增加 发展到成吉思汗时期 尤其是征服克列布以后 这种以氏族为单位的军事建制 已经不能满足国家机器的需要 所以成吉思汗果断的推行了全面改革 他把部落编制成十户百户千户万户 并交给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来管理 并明确规定战利品和国家资源由大汗统一分配 这遭到了保守派旧氏族贵族们的反对 以他叔叔达里台为首的老派贵族们 纷纷追随扎姆河 跟扎姆河建立了反对成吉思汗联盟 但成吉思汗推行的新政却赢得了大众的支持 很多没有贵族血统的人 没有政治背景的人都有机会入世 积深于管理层 像木花梨、哲里密这种平民出身的人 后来都成了蒙古帝国的万户长 很多人会认为木花梨和哲里密出身于奴隶 但我可以告诉你草原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奴隶 因为草原上没有牢笼和枷锁 1206年在鄂南河畔召开的库里勒台大会上 新旧贵族们一致推选铁木真为蒙古帝国的大汗 在此次库里勒台大会上 成吉思汗一共册封了95千户 并且按他的要求 十户长以上的脑印们 必须把自己最优秀的子弟 作为质子送入雀学军 粗略统计 当时的雀学军总人数 将近一万一千人 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丈量世界 一个地鸣一段历史 关注老阿讲历史